休息会儿 稍后回来带您看 中国那一天4000人确诊 癌末的老人想要看病 但是却被防疫人员索讨 待死证明 现在爆发了肢体冲突 稍后回来 来看看中国的疫情再升温了 单日17号中国再出现了 4000多粒本土遍及到了20个省区 民众通通呆在家不敢出门 街上小黄驾驶的生意也非常冷淡 更夸张的是有一户人家 家中有埃莫老人要去看病 居然被呛瞎说要出事带死证明 这家属气到动手 男子火冒三丈情绪激动 跟工作人员当场杠上 获报现场一触即发 工作人员一句你不说也得死 瞬间惹怒病患家属爆发肢体冲突 这里是山东资博小区内 因为埃莫老人需要救护车送医 却遭工作人员阻拦 不知要求家属出事带死证明 还拿生命开玩笑实在很夸张 3月17日零至24时 全省新增确诊病例是1834例 新冠病毒在中国再度升温 17号短短一天内 中国全境爆出4000多例本土感染病例 地区遍及吉林 福建 广东等超过20个省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指示防疫准则坚持动态清零 道路戒备森严 到哪都得做PCR检测 防疫标语挂满街所有人员全都不敢大意 路边继承车排满满 但街道确实冷清清 驾驶苦炭根本没生意 我要是5点钟出来的 我跑了195块5 我早上7点半出来到现在的话 做了还没到200块钱 这个声音比较差 好几台消毒车沿街连续狂洒 喷污及乌淹没街道 消毒人员全副武装战役排一起走动 无所不适消毒水 中国疫情挡不住 也让人民只能待在家 就怕再度出现防疫破扣 三内新闻都配为综合报道 灵 Pacer созн 威畅 �宗 症 阻碑 しょう 感谢观看